我覺得吃日本餐就要喝綠茶 隆重的推薦下 聽說這個叫什麼? 豆乳甜甜圈是必吃的 我在網路上他們也推薦這一道耶 而且還有配紅豆耶 就很像饅頭的味道 好吃耶 蒸鮮的味噌湯 料是有海帶魚 然後這個味噌湯它是蛤蜊味噌湯 第一次來到台灣我最愛吃的壽司就是蒸鮮 但是不只一個人跟我講 台灣有一家叫做髒壽司的比蒸鮮更加好吃 而且它很多人排隊的 剛剛我們現場排隊大概排了一個小時 我就是要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蒸鮮還好吃 我是Linda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就是這一家髒壽司 然後它類似一點是旋轉壽司 但是它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可以扭蛋的 只要你偷了五盤 那個盤子進去這一個洞的話咧 它就是可以扭一次的扭蛋 欸你推薦咧 確定嗎? 確定 怎麼會有人來台灣為了吃蒸鮮呢? 你之前在台南念書的時候 我每去台南吃一次我就會吃一次蒸鮮 一定要吃這個 它這裡特別點在哪裡咧? 我今天有吃生魚片很多嗎? 你自己吃啊 我不喜歡生魚片 生魚片這麼好吃的東西都可以不吃再吃 它這裡的價錢是比蒸鮮還貴十塊錢 就每一盤是四十塊 但是蒸鮮是每一盤三十塊的 我才一點要講到十塊 這什麼? 四燒 欸它真的是用粉的耶 對啊 OK EVERYBODY 這看起來好吃 它的芥末感覺跟人家不太一樣 香煎芝麻扇貝 唉唷 吃看看 這好吃耶 但蒸鮮有響喔 但下面有這個啊 沒有的比較喔 你知道我愛蒸鮮有一個原因 我從以前到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都不喝味噌湯 但是自從喝了蒸鮮的味噌湯 之後我就只喝蒸鮮的味噌湯 就是味道比較不一樣 我很喜歡蒸鮮另外一個 它不是有一個黃色的魚蛋嗎? 整片都是魚蛋的 魚卵 你知道是什麼嗎? 聽不懂 你們知道的愛蒸鮮的量 我去找圖片給你們看 是不是這個比較好吃 沒錯 好香 我跟妳有話可說嗎? 我跟妳有話可說 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等那麼久 我今天是在台灣的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我要把我所有行程拍滿滿 我要來看一個國片 就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聽起來真的有悲傷 很多人看了就是會酷完整包那個 用完整包Tissue 衛生紙 好難喔 可是我覺得我有點忍血 我有時候會忍著 但是我看它不能讓我落淚成功 你有哭過的電影嗎? 沒有 我都可以忍忍著 我會哭爆那個電影嗎? 有一個Youtuber朋友他就說 他看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然後他想要放吞大呼 有那麼悲傷嗎? 我們要來玩扭蛋了 我們要來玩扭蛋了 有沒有閃過呢? 好快喔 我們兩個 欸很弱欸 失敗了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給我們自己玩 因為就是電腦操控啊 就沒有那個參與感 像點蒸鮮就是我們可以玩遊戲啊 每回的收拾在蒸鮮 應該是要 因為每次他都會播啊 一定要必點的 不然我會覺得好像沒有吃到Sushi的那種 你現在都你自己的餓好玩 好吃欸 我喜歡它那個炙燒的味道 正線有一個是日燒焦糖鮭魚 那個喔 好吃到爆炸 我坐我家的時間沒幾天 我比他見他爸的時間還要多欸 還跟我爸吃飯 對對對 有一種越吃越餓的感覺 他的綠茶是直接用粉的 比較正宗的那種 他不是用茶包 我覺得吃日本餐就要喝綠茶 隆重的推薦一下 聽說這個叫什麼 豆乳甜甜圈是必吃的 我在網路上他們也推薦這一道欸 而且還有配紅豆欸 就很像饅頭的味道 好吃欸 蒸鮮的味噌湯 撩 是有海帶魚 然後這個味噌湯 它是蛤蜊味噌湯 它不是我愛喝的味噌湯 蒸鮮得一分 但是它的味道是真的很鮮欸 蒸鮮蒸 搭配一點好不好 覺得味噌湯好吃嗎 我覺得有點太鹹 到了為什麼這個殼知道 我會擋到 沒關係你 你點你點 我就在這個小縫裡面 看起來臉比較小 我不知道你們吃不吃那種 海參啊 高級的東西 其實沒有很愛 然後鮑魚的話 我可能也喜歡吃比較便宜的啊 如果你不喜歡吃什麼 你就要跟隨別人喜歡吃什麼 你就是可以 依據你自己個人口味 或個人想要做的東西 你去做就好 別人做的好 不代表你就做的好 別人喜歡吃 不代表你就喜歡吃 要失敗了啦 換滑哨 換滑哨 有沒有人知道 脹壽司的扭蛋 要怎樣才會成功 快留言讓我知道 我覺得有人 去台北地下經病 哈哈哈 它的綠茶比較好喝 比較香 美味的Sushi 在針仙 我下次來 我還是會選擇針仙啊 哈哈哈 其實脹壽司也是好吃 但是它好吃是在它的 生魚片的部分吧 針仙有比較多符合我口味 像是炙燒焦糖鮭魚啊 然後有一個黃色的蛋 我不確定它叫什麼名字 但是在脹壽司是沒有的 然後脹壽司的東西 我覺得我今天吃到是好吃 但是我覺得吃到還不過癮 我覺得比針仙好吃 我覺得針仙好吃 我得分 喵喵 我是宗斯粉絲 我們現在要去看電影了 就是看那個比悲傷跟悲傷的故事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有任何覺得很特別 或者是特色 或者是隱藏版的餐廳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我知道我在下次來台湾的時候 我就可以來拍攝 你等到我後視鏡了啦 抱歉 我還蠻想要嘗試一個那個海 海釣 在海上釣 釣魚 還是釣什麼 然後直接在海上烤來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Linda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點擊訂閱 訂閱我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點擊訂閱我的小鈴鐺 還有不要忘了 訂閱華少美食記者 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掰掰